好,器人擦散 这个打开 店员 这个是开机初始界面,中英文切换 清料盘 这个清料盘是把当前设备上面最后剩余的0033几个瓶 最后把它清完 然后这边是清零 当前产量清零 长按2秒清零 这个是设定产量 这个随便设定 然后手动 手动自动切换按钮 启动 打到自动再启动 打到自动之前的话 这个一定要先复位 长按2秒 这边复位 它提示复位完以后 这边再打到自动 然后再启动 这样机器就可以正常生产了 然后手动操作 手动操作 这里有几个工位 首先是观装工位 观装工位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观装工位 点进去观装工位 几个转向阀器杆 第一个转向阀器杆 然后是观装工位 转向阀器杆 这里有一个小器杆 有一个箱子 嗯 这是观装工位 第二个转向阀器杆 我都没看到 你没看到就在这里 没看到就不要看了 这里有一个关装开关器 单一环是把转向气缸 罐装丢完 还有罐装打开 把这三个连贯起来 完成一个罐装的动作 然后这里是一个转盘电机 按一下转盘会走一格 然后这里是一个罐装当前位置 这里显示的当前位置 这个现在在零位 然后这边有一个手动前进和手动后退 它这里会显示当前的一个位置 这个在那边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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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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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摔开 看到 能拍到它动吗 能拍到吗 嗯 好 这个是罐装前进 罐装后退 刚才拍到的 然后 左上角 推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内塞工位 内塞工位 是 这一组 内塞 内塞 内塞上下 我们这个上下 这个上下气缸 现在是一个屏蔽状态 因为 这个上下气缸的话 它在取料位 是不允许这个气缸上下的 我们先来说取料气缸 取料气缸 这边这个小气缸 然后 这是一个前后气缸 然后呢 这个气缸 前后气缸打过来以后 然后 我们这个上下气缸 才可以动 内塞定位 这里下面的小气缸 我还是没看到 再动一下 内塞横移杞 那边 这是一个吸气 正空 您能看吗 正空 这边 正空 会吸到 可以塞 好 然后 专门电机 专门电机跟上一个界面 是一样的 然后单循环 单循环是把整个 这六个空位的联关起来 做一个完整的动作 嗯 外盖工 这一组 这一组 这一组是外盖工 这一组 外盖上下气缸 外盖上下 外盖上下气缸 外盖上前后 外盖上下气缸 外盖上厚 外盖上厚 外蓋定位 外蓋吸真空 外蓋吸起 单循环 单循环是整个外蓋空位 循环一个动作 然后专盘电机也是跟第一个是一样的 这个不再说 锁盖空位 锁盖空位是这里 专盘电机 这个也不再讲了 然后锁盖上下 锁盖上下 单循环 这单独按一下 这个锁盖上下 压下去以后 它不会上了 然后再按一下 它才会上了 这个单循环呢 它是压下去以后 自动锁一次 然后再敲上来 它是脖下 然后再烘下去以后 进出料方位 铸盘电机都一样 我在讲 这个是尽量 尽量是这里 出热电机 手动操作这五个风位就完了 然后我们打到这里 这里有个右上角一个参数设置 可以直接点这里进入 也可以打到操作界面 然后我们从这里参数设置 这里进入也可以 首先来看第一个来料检测 这个来料检测是这里 这个感氧器 这里这个感氧器 这个感氧器 当前的时间是它一个检测的时间 它到这个时间以后 它才会进行下一个动作 然后这里是一个 罐装剂量 这个是调罐装量的 这个可以自己根据 罐装量的多少来设置 一千 一万 OK 然后罐装速度 这个速度就是 呃 是电机 那边那个电机的一个速度 之前有看到过 那个电机 手动操作的那个电机 这个也可以调 这个速度 嗯不要太慢 这个速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内塞检测室 它就这里是 这边 这个感氧器 这个感氧器 啊 检测内塞 代表内塞的 然后是压内塞时间 压内塞时间 压内塞时间 这个外盖检测 外盖检测 外盖检测是这个感氧器 这个感氧器 这是外盖 然后上外盖时间 上外盖时间 上外盖的时间是这个漆缸 漆完盖子以后 这个漆缸到这边压压的时间 锁盖时间 锁盖时间是整个这一组 这个漆缸进去锁盖的时间 然后这里有一个出料电机延时 出料电机延时 它这个时间是在清料 这样达到这个界面 像在这个清料盘的时候 它跟这个清料盘匹配用的 清完料的话 它是最后一个瓶子 走出去的话 它一定要时间设置充足 后它最后一个瓶子 从输入袋上走出去 然后整机清机 然后是报警解除 报警解除 如果说 如果说这里提示 有报警 当然不是提示急停 以后提示报警的话 你这边清除 清除以后 这边再继续工作就可以了 然后语言选择 这可以选择中用 太快了 然后是报警记录 报警记录是当前设备生产的一个时间段 它提示一些报警 你看刚才我们有按机停 一按下 这里提示时间 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这个没什么多大的作用 行 好了 现在是震动盘 这是震动盘的电源 直接插到机器上 电源插出去就可以 然后上面有个开关 把这个开关打开 这里 现在的电 这里是一个电压 显示的电压 当然是120 这个是加号是加 减号是减号 然后这里有一个功能 功能是长按2秒 它这边会直接跳到一个频率 这个频率的话 我们可以按这个加点 来调节震动盘的一个频率 然后再按一下 是一个开延时 再按一下是一个光延时 这个上面暂时之需 这个就可以找到复制率 再长按几秒 它又跳到点压这里 这里有一个开关 就是一个暂停 启动 暂停 要不然展示给它们看一下 按一个暂停 我给它们看 这个是内塞的 蒸动盘 那边通完电源以后 我们下面开关直接把它打开就好 这里下面有个盒子 这个是配重用的 如果震动盘 它在震动的时候 有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偏移 这个是配重用的 里面可以加点东西 然后呢 这个是这个控制器 是这个执震的控制器 这些控制方式都是一样的 跟之前那边都一样 电压调节 加减调节都可以了 然后再长按两秒 我们调到一个频 这里就一样 加减调节 然后这个再按一下 我们到开延时 再按一下这个到关延时 这个也是不需要的 开关延时这里不需要 这个也可以把它忽略掉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这个内塞震动盘的一个控制器 这个这个有一个开延时 因为我们这里增加了一个感应器 就是说 呃 内塞到内塞到到这里以后 这样说内塞到这里 他现在是内塞这里没到达这里 然后他振动盘就启动 他一直供料 源源不断的供料 如果说内塞到达这里以后 他这里检测到 啊 检测到以后 他振动盘会停止 然后看一下这里 这里有个 这个有个关延时 啊 关延时 关延时 现在是设置的是4米 这个是加减 这个加减可以加减 啊 关延时就是那边从这边那个感应器感应到内塞到位以后 它是延迟4秒 震动盘停止 然后 开延时 开延时现在是1秒 开延时1秒的话是这里啊 这个感应器感应不到 来料以后 1秒 它就开始启动震动盘啊 感应到来料以后 它是延迟4秒 震动盘停止 嗯 嗯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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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延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